館長他講的其實是非常接地氣啊 當政府不好的時候 該罵該念該講他就是講啊 那很多人就解釋是說 這就是很解氣嘛 看館長在講話 所以說你現在拉回來 現在民進黨政府 你不要以為是說你們隻手遮天 其實像館長這些直播 你有沒有去了解觀察 是說這才是最基本的民意嘛 我們在一直講說九合一選舉 其實重點在於是民進黨敗選 我覺得最大三個原因啊 一個就是疫情控制不當 另外一個就是治安還有網軍治國 網軍治國我們上一段節目已經講了 治安這件事情 如果說88槍的這樣的一個後續 只想大事話小小說話 我只想要投過聲就過 這一段時間過了之後 沒有人追查了 你就想要嘲嘲了事的話 我覺得全國人民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尤其是剛剛趙先生你就講嘛 一開始那個兇手說2萬交保 後來不對要改成6萬交保 2萬也好6萬也好 這重點不是那個金額 重點是你有沒有順藤摸瓜的去 追出後面的元凶 結果你完全沒有做這違反常理的一件事情 治安真的是我們最大敗筆啊 最後我必須再拉回來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蘇清權 屏東現場的一個選舉啊 我們現在講說當選無效之術 到底能不能構成是一回事啊 但是如果民進黨 現在還想要轉移焦點 只想要指控蘇清權說 啊你就是輸不起啊 我覺得這是最廉價的一個轉移焦點啊 那麼多的疑點 那麼多的影片那麼多的LINE上面 大家瘋傳到 其實不只一則影片喔 三四則影片不同的角度 看那一天投票的狀況 其實大家都能騎人一鬥的地方 難道周春銘就贏得起嗎 難道民進黨就贏得起嗎 這幾個投票所開成布公的來驗票 真的沒有辦法嗎 如果說真的贏1萬多票 你還怕驗票的話 那我們更認為是說 你知道心裡有鬼嗎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屏東這件事情 不要想說這樣子就已經結束了 我們更希望 所有人持續提供相關的影片 我們一次一次的追查 這一件事情絕對不能善良 我覺得屏東至少要把 可疑的幾個開票所驗一下 而且把那個票先保存嘛 對啊 那如果這幾個不驗喔 我覺得我昨天你知道 昨天那個書記者上我的上線了 我剛剛看了一下 多少人看你知道到現在 23萬 對啊 大家心裡都有1萬嗎 23萬 我們平常大概就是5萬 6萬 7萬 8萬 10萬 大概十幾萬 就一般是這樣 23萬 表示大家真的是關心的事們 如果你就這樣演了 所以這個也不給他驗 也不給他什麼 我覺得 不能有少數幾個法官 地方法院會被人家懷疑的 我覺得自己 你就開幾個驗又怎樣 對啊 驗出來沒問題 書清權沒話講嘛 對不對 而且他為什麼現在要驗 他以前不是沒輸過 他以前有要求驗嗎 沒有 2018年其實就是書清權 對啊 他也沒有要求驗 所以他覺得 而且事實上看到是很奇怪 你覺得奇怪嗎 非常奇怪啊 真的奇怪啊 來建議 對我覺得程序正義 剛剛趙大哥講 程序正義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輸跟贏的問題啊 這個這個東西本來就是 我們所有民族民主法制 特別是開票跟監票 這個東西 其實是所有候選人最在意 而且是所有支持者最在意的 你好歹要這樣子嘛 就是這樣子拿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要亮票 一定要亮票 這個是所有人就是民主 民主投票的ABC嘛 那這個東西 你這個動作沒有做 我覺得這個責任 也不應該落在候選人身上 其實我在想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剛剛趙大哥說 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那這個東西全部放在我們 假設我們候選人身上 我要去給你 已經舉證到說 你沒有亮票 然後還要再舉更多的證據 那提供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 可能不是這樣 可能中選會 可能搞不好高等 行政法院要主動下來 就是要來看這個行政的程序 你這個中選會的 甚至監察要主動下來才是 不是所有東西都說 你候選人 然後你提供證據 你這個那個 甚至法院都跟你說 你的什麼沒有千分之三 然後我就不幫你 那你自己自利就寄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